真是這麼難說 可能我很多話都不講 難說都要做得反省 其實不論我們生活在哪一個政權之下 基督徒的信仰也是需要的 我們也是需要訓徒的 需要靈修的 需要修養的 可能在不同的政權之下 我們得到的自由度是不同的 有時可以公開的崇拜 有時會躲起來 有時躲起來也不太方便 隨著政權的不同 基督徒的信仰表達也有些不同 但是在現在中國的本質之下 我們是怎樣的 我還想起前五教宗 本篤十六世 他在談論這個 worthy的自己說 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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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草的evil是每個人都有的 每個人的雜性都不是善良 我們每人都有罪的 每個社會都會有些衝突 有些不平安 有些咚咚搶搶 殺人 貪腐 每個社會都有的 所以衣服其實存在在每個人身上 亦都存在在所有的國家 每個政權不少都有些衣服 美國民善政府都有他的衣服 他的單面主義 他的欺負 他的棋子 也有的 教宗有很多實質地 他用大草寫的evil才是重要的 因為大草evil 是表示一個尊有名前 尊有名前 是指一個有名有善的人 教宗 當他寫到大草evil的時候 他指的只有兩個情況 一種是德國的蠟稅主義 就是蠟稅管轄 他稱為evil power 大草的 第二個情況 他用這個詞 其實大草的evil就是蘇利斯坦 蘇利斯坦 這也是上世紀的 上世紀的兩個evil是大草的 教宗說 這兩個evil已經過去了 但是這兩個evil是大草的evil 那些痕跡 那些痕跡 是否會繼續在這個世代 是否會再流傳 即是說 現在仍然有些地方 除了是有細草evil的情況之外 都能夠 我會想稱為大草evil的政經人 教宗沒有說到什麼政經人 不是中國 不是即是沒有說中國 他沒有說 教宗是沒有說的 如果是大草evil 既然在一個專一名前 我相信 和教宗所指的 他也有一個七庭的 撒旦 撒旦 撒旦這個字 我們很多基督徒來說 都似乎原作 好像是一個不合詞後的教室 但是不要忘記 在領世的時候 不論是新教或是天宣教 都有一個宣誓 你棄著萬惡之源的evil 中文要棄出教會就是魔鬼 但是英文就是evil sauce of evil 那就是說 大草evil 其實所指的 就是所有世草evil的根源 sauce of evil 就是撒旦 至於德國的納稅 和蘇聯哥斯坦的管治 為何牽涉上大草evil 我們不提了 不過我想由 《虐無福音》的八章 聖書裡面所提到的 《撒旦》 《我的特徵》 《13、18》 《仁ti辭》 他提了 提到 canceled 殺旦即是殺方者 就是 إ выб害人 殺方者 那其實 我們一般人看,究竟這些所謂醜惡的事,我們可以數到很多 殺人,甚至做很多相關的事 我們何時會數到拉人 即是講假話,或者引導人相信假的事 他自己騙了一些事是假的,要你相信 他自己會知道真正是甚麼,但他就不讓你知道 其實,葉佛福音將殺丹,殺方者 即是說原來殺方欺騙這個特徵 可以說是所有Evil當中最大的醜惡 亦是Saturn的特徵 創世紀阿多瑪瓦,他們面對Saturn Saturn也是欺騙他們,要謊言,誤導他們 他們信了 耶穌亦面對Saturn 就是在三個對決福音裏都有提及過的 耶穌受禮之後,去抗野 在抗野上,在抗野上,在抗野上,Saturn 是誤導他們,用三個字,用三個字去誤導他們 大家可以看看,每一個都誤導人 就是假如來的,耶穌沒有重複創世紀阿多瑪瓦 那個我投降,我相信 他每次都堅持了 所以拒絕世紀阿多瑪瓦 我想這也是,基督圖影世紀時的一個誓言 就是我們相信基督是拒絕荒野 如果以荒野為一標準 我們再看看今次世界 究竟哪一個地方,哪一個控制是最近磅的呢? 遠在天堅 荒野的控制 荒野的控制 剛才我們聽到程先生所說的 原來對人的控制是這麼嚴重的 為什麼要控制? 其實 到最後呢 都是 他要你相信他的事情 他不想你自己獨立去相信某些事情 他要決定什麼事情是你要相信的 什麼事情你不應該相信 當你偏離了 他給你那一筆東西的時候 他將他點出來 他將他離開 他將他離婚 他將他離婚 所以 中共 其實 他整個管治 他起家 就是語言起家 給人一個promise 給人一個promise 不過當時的父親主義 有個理論是很吸引的 他丶一樣 他給人一個遠景 風情 是岩培 他給人一個離開 神剝愚 那個方法 其實 他在語言上 他在語言上 一輪 他就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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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他現在 沒有了他那級 用利益 用制度 用法律 做一件事要相信 其實我們正面對的一款字 我們可以說它有很多錯誤 會自報的貪腐 不公道 彼得不均 其實這些事 這些理想 每一個地方都有 但是真真正正突出了中共本字的答徵 就是在方港前 它為何監控到每個人這麼重 這麼全面 就是全面控制你 你應該想些什麼 你不應該想些什麼 然後思想是指揮行動 也直接控制到你的行為 你做什麼 你不應該想些什麼 即是合併黨的計劃 黨的意見 我相信 就是基督徒所面對的 其實都難說 我們講基督徒信仰 通神講的話 天主的愛 神的愛 他的圓圓圓的呼吸 我們講祈禱 講修德 講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都很強調 讚美的感恩 神的偉大 今天呢 其實我特殊的一件事 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們除了認識神之外 神之外 愛之外 他的圓圓之外 我們還要認識 什麼 什麼 什麼是神明的一面 就是基督徒 即是面對中共的全面控制 讓我們真真正正 進入到Evil的根源 而認識這件事 我覺得是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如果 不了解Evil 那個可怕 我們的聯修 我們的信仰 不多不少 有些力地 不是不可以整天贊助感恩 不是不可以整天收得妥惊 但始終我們缺了對現實 我們生命的認識 和要解 我們缺乏了一個 我們受福根源的 要解 我們也都認識到 原來的 Second是不可怕 其實我們堅持一陣 讓我們在中國口 在香港口 一個特殊的經驗 面對Second 面對Second 面對Second的經驗 不是不好的 可以是很積極的 只是因為我們知道 原來罪國情 那麼可怕 那麼可怕 我們才會更加去讚揚 相信原來佔局這個Second的力量 是不太大 同時 當我們真的認識到 這個Second的可怕 我們便宜到我們的Evil 我們便宜到邪惡可怕 我們會避開這些行為 避開了可怕 我們便宜到這個罪惡 是那麼可怕 超乎人的想像 那麼Evil 我們更加依靠神 依靠神 所以我今晚 是會說的 我們除了認識神的愛之外 還要 我們有機會 認識到Second 這個是補充了我們的靈修 很多時候 忽略了他的一群 就是 認識到Evil 好 多謝長先生 下個時間請問 謝謝長先生 謝謝